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均分成两半 这边的大小呢是10.4乘以29.7厘米 然后将剪下来的一半对折 这个就是我们卡片的外壳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绘制卡片里面的图案了 小帕今天要画一个非常可爱的立体的小猫哦 我先画 你们猜一猜它是谁好不好 首先画出猫咪的尾巴和后腿 画一个倒幽的形状 再画出它的小爪子 接下来是尾巴 再用浅灰色和深灰色画出猫咪身上的花纹 它的后腿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画一个小一点的门拱的形状 这个就是它的前面的两条腿了 接下来我们要画它的身体 画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上下分别画出梯形 然后画出背上的花纹 最后我们要开始画小猫的脸了 用铅笔画出草图 勾线笔勾边 为了让它的形态更生动呢 我们可以用虚线来绘制 三角形的小鼻子 然后是大大的眼睛 圆圆的瞳孔 再画出花纹 然后是可爱的小嘴巴 接下来是两边的胡子 用橡皮擦去铅笔的印记 接下来就可以用马克笔上色了 上面的花纹是一个正八字形状 还是用浅灰色和深灰色画出花纹 然后将它的耳朵和嘴巴涂上粉色 再用勾线笔画出耳朵里面的纹路 我们就画好了 现在我们需要把它们全部剪下来 剪好之后呢 我们将四个小爪子和身体的部分折起来 然后用固体胶把它们粘在卡片上 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 头的位置不能粘在太上面去了 卡片折起来的时候就会露出来不好看哦 先将后腿的位置粘在卡片折横的地方 然后粘上身体 在两个贴形的位置折上双面胶 最后将头贴上去 你们看这样拼接起来就是一只小猫了 你们猜出它是谁了吗 没错 它就是甜甜丝房猫里面的小曲哦 为了让卡片更好看呢 我们可以在里面贴上贴纸做装饰 这个是小帕之前教大家做的甜品贴纸哦 你们记得吗 上面也贴上一张贴纸哦 然后再写上给朋友的画 哇 卡片里面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装饰一下卡片的封面好不好 我们封面画一个猫咪爪子 准备一张和封面同样大小的白色卡纸 然后在上面画出爪子就可以了 先画出爪子的轮廓 下面画一个爱心的形状 再画出四个圆形 同样的把它剪下来 用泡沫胶贴在封面上 在上面贴上丝带蝴蝶结做装饰 最后再写上文字 I miss you 这个猫咪卡片就完成了 小帕还做了一个不同的 封面是用粉色的布织布 和白色的珊瑚绒袜子做的 摸起来软软的 很像猫咪的爪子呢 好了 今天这个甜甜私房猫卡片 你们喜欢吗 喜欢的话一定要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之前有小风铃留言说 可不可以制作简单一点的生日贺卡 那今天这个卡片也可以作为生日贺卡哦 小帕觉得只要是你们用心做的 相信你们的朋友一定会喜欢的 你们还想看到什么样的手工或者绘画视频呢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这一封来信真的非常厚 有很多卡片写给马树哥哥月儿姐姐夏天姐姐 就非常多的卡片 我会帮你转交给他们哦 哦小林玩具棒棒 谢谢你你画得也非常棒 小林姐姐你们好 我特别喜欢小林姐姐月儿姐姐和夏天姐姐悠悠姐姐 希望你们能看到我的来信 现在看到了我会帮你转告给他们 我会一直支持你们 谢谢你 谢谢小凤林的来信 下次也要记得与我们多多互动哦